最后一着急 我说没办法 我给我女儿打电话吧 我女儿说 她才把门开开 进屋 老脸拉得混 大长白山似的 我一看她这种情况 我说那我就休息吧 睡觉吧 结果 我上屋里刚躺下 人家就把电视开开了 平时她就放十个声音 这你不躺下 睡觉了吗 我给你打十个歌 本来就头疼 然后我就说她 我说同志 老同志 你能不能把那电视 小点声 哎 我要不说还好点 我一说 人家明时十个歌 二十个 人家调到三十四十 那你睡不着觉 你能怨着我 看电视的声音吗 因为你是 你还是不困嘛 你看 就是说 每次我们俩发生争吵 他们是强词多理 一点都不理解人 说疼你啊 从来不会 平时这家屋我做 做完了 结果那人家是 哎 你不是把屋 整干净了吗 我做电脑旁 或者看电视 你烟灰刚给我放到这儿 我这烟灰 我就专门给你 往这个桌子外面 给你抖 要不然这衣服 东西 我放到这儿 我就给你放到那儿 我就给你乱整 烟灰掉地 我不是有意识的 不跟你一起说过吗 因为它自然而然 掉下去的 我也不是一地 就那么两三个地方 掉下去的 他就是说 每次犯错误 他都是为了自己辩解 我明白了 我拦你一句啊 刚才在这个小片里说 现在孙子 跟你们在一起住是吧 对 那是什么情况 就是我们 总征朝 女儿也知道这事 女儿大了哈 大学毕业以后 他就嫁到四川成都 从小 他就值得 他爸好发脾气 特别大男子主义 他就说 妈呀 要不然这样事吧 就是走六 你们俩退休了 也没什么事情做 咱们换个环境吧 有可能我爸 就现在所说的 他退休了 心情不好 可能是更年期吧 不是更年期也不能 我们旁边就学见 他就带你 去年期十分之前 让他带你 大学习家 呢 呢 他就是 他的名堂 都 就是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除了散的心 王伍欣子说 我就去上朋友家去 我去散的心 他挺好答应我了 平时都是我 孙子上诱缘都是我接送 我就算这些时间 我就从朋友家出来了 出来结果半道 我打个车 就堵车 完了我就给他打个电话 我说老公啊 到点了把孙子接回来 结果人家是 我话没等说完 就把电话就撂了 那我着急 那你说这堵车 我也不能说飞回来 而结果呢 等我回家了呢 人家是把孙子接过来 我门一开 人家把饭做好了 又开始 又摘盘子 又摘碗子 又跟我俩发脾气 他这一摘一轮 你当时一说 让我接孙子 你应该提前 一个小时就来告诉我 我这时候正忙着 做饭 做菜 你突然间来个电话 让我接孙子 我一个人长几个身子啊 我能麻过来吗 我回来的时间 我算的时间够用 你这啥不提前呢 后来说 结果呢 一看我进屋 他气来了 盘子也摘了 碗也摘了 把孙子吓得 跟我俩哭半熟 你说我说我说 我都这么大岁数了 是你不让我跳舞 平时干什么都行 你说家伙就应该我干 这孙子就是我的 女儿都是我的 一点自由都没有 一整就做一道东西 你说这样是我 真的忍受不了了